到了新酒店 叔叔知道我们的号码吗 叔叔知道我们的房间 谁出来了呀 Mina 我们明天要去金字塔 你穿成了埃及风格 是不是啊 准备起床了 去金字塔 早上 早上 变目难以 我想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埃及名字叫 穆罕默德 我中文名字叫好汉 好汉 我是你们的导游 埃及这个国家有三个代表 我现在给你们介绍 第一个代表是什么 好汉 第一个代表你如何 埃及的母亲和 没有你如何就没有伟大的埃及 埃及第二个代表是什么 伟大的金字塔 为什么伟大的金字塔 没有伟大的金字塔 就没有伟大的中国人来 埃及第三个代表是什么 这是那个 日生日迷香 埃及这个国家 你们中国的历史有5000多年的历史 我们埃及的历史 有7000多年的历史 各位热烈欢迎你们来到埃及过来 不怕了去看金字塔 那这是地图 我们从入口 这就是最有名的胡福金字塔 然后后面呢还有很多座金字塔 车上小朋友都在跟米达的招呼 胡福金字塔有多久的历史了 4600多年的历史 RED的最高的金字塔 RED的最有名的金字塔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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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喂你 这是我们埃及为最漂亮的金字塔 因为我们有另外的金字塔比这个早一点 4600多年的历史 我们埃及人都超白国王 国王有富货 我们建立一个很厉害的坟墓 为了超白塔 他们23年他们建立这个金字塔 他们用200万石头为了建立这个金字塔 但在胡福金字塔旁边的这些遗迹是什么呢 据说啊这些遗迹其实也都是陵墓 是过去的贵族住的地方 他们认为如果金字塔里的国王能够通过太阳神复活了 那他们呢也可以复活 他们想住的近一点 这样国王一复活 他们就可以复活 所以这边就是贵族的陵墓 看这个传说中的胡福金字塔现在近在眼前啊 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近距离看还是很震撼 你要想几千年前创造出来的奇迹 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哇要爬金字塔了 哇啾啾要上去金字塔了 下面好高是不是 我们穿上了金字塔啊 你看感叹一下几千年的大石头 对明天和乔乔乔好开心啊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说是整个区域最高的山坡 从这可以看到很多的骆驼队啊 还有金字塔非常美 现在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三座金字塔 还有经典的骆驼 我 你干杯 上来了 看奶奶也坐上去了 骆驼马上要站起来 我这脚子哪里 没事 一个就够了 一个就够了 好成功 站起来了 好 骆驼也启动 好 我们在埃及又骑上骆驼了 我们从把车停到最高的山坡上可以看到三座金字塔 那如果想看到九座金字塔的话呢 就需要骑骆驼 向前面去就可以看到前面所有的金字塔 好 感觉怎么样 太棒了 哎呀抓得好紧呀 骆驼感觉做得很舒服呀 看我们都上了骆驼 骆驼队 向前出发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金字塔呢 每一座金字塔都是曾经的一位国王的领母 那每位国王那就会去建一座新的金字塔 胡夫金字塔是距今有4300多年 里面的所有的石头可以看到 其实都是从阿斯旺那边运过来 然后通过他们称为母亲河 就是这个Niles 尼罗河 尼罗河成为他们的母亲河 整个的这些石头呀 全部都是通过河道运输到这个区域 然后到现在呢 人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样把这些那么重的 真的是几十吨上百吨 那么一块一块一块累起来 在这里不光可以看金字塔 还可以感受到撒哈拉沙漠 我们现在看到了第十日 撒哈拉沙漠的北端了 看地上的光影一直在变化 随着风把天空上的云吹换一个形状 然后地上看马上又进入到了在烈日下面 看到了什么呀 大中小是不是啊 你看整个开罗就在沙漠的边上 拍拍他的头 好看到了那条123455座很小的金字塔 当地的人就说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 我们不光可以看到金字塔 还可以看到撒哈拉沙漠 旁边的开罗城市的市区 能见度很高 还有天空中还飘着朵朵白云 非常美的条件 这就上次在约旦的瓦吉隆 上骆驼就睡着了 这次又快要睡着了 现在起风了 现在的温度很舒服 大概就是20度左右 在沙漠上骑骆驼很好的天气 你看骆驼跪下了以后 人就很容易下了 今天就在这儿烧一点茶 等下茶咖啡 茶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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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现在要去看石山人面像 对 4600多年的历史 这个就是石山人面像 看到吗 对这是100块一磅 就是石山人面像 对 这是做木耐衣的食物 我们爱迪法老在这里做木耐衣 木耐衣做完了以后 把这个木耐衣放在金字塔里面 来 现在我们一起看到石山人面像 就是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我们 好我们去看看石山人面像 好通过这扇门出去 就可以看到石山人面像了 这个雕像 它的头是光王的头 还有它的尸体是一个 狮子的尸体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 光王的智慧 还有力量的意思 这个狮子就是靠乎他们的本名 因为埃及有100多金字塔 还有埃及有100多石山人像 但是这个最有名的一个石山人像 这是最大的一个石山人像 狮子非常庞大的身躯 这是它的后腿还有尾巴 然后就在这守护着国王的法老的陵墓 他们的金字塔 一只孤单的骆驼站在金字塔下面 哇这真的是站在这太震撼了 公元前2500年到现在有4000多年前的时间 然后人们能够建立出这么巨大的一些 不管是雕像还是陵墓 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啊 实际上人们到现在也不知道 它具体是怎么样去建成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石山人像 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狮子头 它其实下面应该还有一些胡须 它不光是鼻子被封化掉了 还有它的头饰和头下部分的装饰 其实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第二呢就是它的朝向 据说呢是跟天文的星座 或者是过去的人认为的一些天文的现象有关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地下 据说一直是有一些秘密的通道 通往到金字塔 或者通往到其他地方 但这些也一直没有被确定 这其实从石山人们像的这种法老的头型 也可以看得出来 埃及呢一直这个地方 一直是属于非洲最怼北部 然后它的脸型也看得出来 是人类早期的这种非洲后裔 好 走了 好 这就看到了石山人面像 停 停 停 我们的向导建议 今天提议来吃一次埃及的中餐体验一下 未来的几天每天都在游轮上呀 然后在当地都会吃埃及菜 然后我们感受一下 感觉它土豆丝炒得非常地道的 那种有辣椒还有胡椒去煸炒 好我们离开了金字塔 现在到了埃及国家博物馆 如果没有这个人来埃及 我们就没有发现我们埃及的文明 就没有发现我们埃及的历史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法国的一个高国学家 这个就是我们埃及法老做木乃伊 木乃伊做完了以后 把这个木乃伊放在这个光彩里面 每个国王有这个光彩 不同的材料 外面是灰石 里面花更远 里面有黄金 里面还有黄金 里面还有烟的 里面还有很多的光彩 一包一包 最大的就是这里面 笑在里面 笑在里面 最里面的就是木乃伊 还有黄金的面具 我们这边的脚像 它的脚在前面 它的手在它的旁边 这个代表什么 在大战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有胡子代表国王的智慧 如果我们看到有什么脚像 它的脚就是这样 然后它的手这个样子 手放它的胸部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死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国王就是两个手 女王就是一个手 女王就是代表一个女的 男的就是两个手 还有应该有胡子 应该有胡子 国王有胡子 你的胡子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一个国王 如果我们看到它的胡子 往西来的胡子 这个代表什么 膝盖身 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我们爱迪在发落的是的 这是我们爱迪的符号 这个代表你如何 这个尼路河三角洲 上埃及还有下埃及 也是代表什么 我们爱迪的地图 这是尼路河的三角洲 这是西部的沙漠 这是东部的沙漠 也是代表什么 成熟的意思 代表好运的意思 你这个房间 你会看到五千多年的历史的 动物的木乃伊 都是在这个房间里面 看这是什么 动物的木乃伊呢 从这块牌子上可以看出来 似乎是一只羊或者牛 你看还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脊柱 它的后尾骨 哇这都是叫做Pet Mommies 以前国王法老的各种各样的宠物 像小狗呀 可能小猴子呀 都做成了木乃伊 哇这是一条很长的鱼的木乃伊 上面这感觉有六七米 这是 你看出来是什么了吗 大鳄鱼 那么长的一条鳄鱼 做成了木乃伊 哇这只羊也带了金色的面具 我们之前读一本书 就说人类的很多行为 都可以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释出来 其实不管是把人做成木乃伊 还或者是把动物做成木乃伊 希望未来灵魂回来的时候 还可以找到肉身重新复活 这其实都体现出来是人们是怕死 我们埃及的图鞋 看到了吗 这里的图鞋 都有三千六百多年的历史 看到什么 可以看到木乃伊 三千六百多年的历史的木乃伊 老婆的木乃伊 来看一下 你看一下她的图法 这是三千六百多年前 对啊 木乃伊来了 哈哈哈哈 第一个方面是什么 香金 我们在法老的时代 如果你送国外王 送给那个太阳神保护神 送什么神 送给他什么礼物 就送什么 送香金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埃及第二个方面是什么 埃及的纸杀草 他们开始写那个 顾埃及相信的文字 埃及的文明 怎么做木乃伊 都是在里面写了 然后她的脑子应该拿出来 如果她是国王 从她的鼻子洗出来她的脑子 如果她是鬼子人 他们切开上面的头 然后把她的脑子拿出来 现在她的尸体里面 没有什么东西都是空的 把这个木乃伊放在哪里 放在在撒哈拉沙漠里面 差不多四十天 她的尸体就是干一干 然后她们用压麻布转起来 然后把木乃伊放在在光彩里面 这是木乃伊的光彩 然后这是她的那一张的 四个瓶子 四个盖子 看到了吗 然后把四个瓶子 放在这个光彩里面 这是那一张的光彩 木乃伊 那一张的光彩 都放在最大的一个光彩 最后一个 这是木头 然后这个木头 放那个花跟药的石头 然后花跟药的石头 放那个石灰石的一个光彩 为什么 因为她们相信每一个人 有七个 这个肚子有七层 有七层 所以她们的木乃伊 有七层的光彩 明白了吗 就是 3600多年的历史 我们爱琪发了她用这个真线 手柄是弯的 对 你知道 你看到那边的手脸 镶链做的怎么样 很厉害 3600多年的历史 有人可以做这个手工的吗 真的很厉害 对 伟大的爱琪 伟大的画廊 OK 4600多年的历史 这个就是在金字塔里面发现 颜色很漂亮 因为它就是石头 他们用石头翻的颜色 到现在还没推死 一样 这个石头是一个很硬的一个石头 现在有一个考古学家 他们有 有监察看一下 会不会掉一个雕像 这个一模一样的 他们超过三年到五年 也做不了一个雕像 因为这个石头很硬的 对 这一模一样 厚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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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钱的人就是猪乎 啊 所以呢这个猪乎 给你一个美女去婚了 因为他很有钱 上两个孩子 男的一个女的 都跟你说 不能说话 我爸爸不好看 但是妈妈很漂亮 我爸爸很有钱 我妈妈很有钱 就是这样 猪乎的雕像 爱记得有钱人 男的很聪明的 这是男的很聪明的 就是男的很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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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能上台 男的可以上台 男的可以上台 我们爱记有一个女王 她的名字叫什么 Hatchepsut 这个我们叫她五字天 爱记的五字天 爱记的五字天 小朋友们都睡着了 再见